最近法国那边出了一件细思恐极的大事,据称一个名叫Greenpeace的环保组织将两个大型无人机,改装成蜘蛛侠和超人的外形,准备前去撞击了法国电力公司的一个核电站的反应炉。 事后这个组织居然宣称它们只是想验证反应堆的安全性,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如同恐怖袭击一般的行动,居然在事后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 据Greenpeace宣称它们的这个举措是为了凸显出核电站在面对空袭和恐怖袭击时的脆弱性,从而引起人们对核电站危害方面的关注。 早在这次袭击之前这个组织就曾经通过在核电站周围释放烟花等方式,骚扰过核电站的运行。 但由于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这个组织的行动却没有受到什么过多的约束,加上它们拥有庞大的舆论支持,使得它们一直都处于无人敢管的地步。 于是在这种情况的催化之下,这个组织终于进行了这场如同恐怖袭击一样的行动。 据称当时巡逻的警方和核电站安保部门及时地发现了这两架无人机,并动用应急手段击落了其中一架并驱离了另外一架。 但由于驱赶设备功率有限,这个组织还是操纵无人机撞上了核电站内的一个核废料储存仓库,不过所幸的是核废料储存仓库的墙壁较后这个无人机并没有进一步的造成更多的伤害。 事后法国电力公司站出来表示他们的核电站和损失管理部门,能应付外,不袭击和自然灾害,并不会因为这个组织的这种行为,做出太多的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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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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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